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还运不运货了 咱们不是在做生意吗 你没发现咱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别回头看 咱们现在这装作像没事人一样 等他们放松了几个提醒 咱们再出手 那得啥时候 要不然我得宰了这两口 又来了 咱们吃亏还少吗 那 那得啥时候运货 咱们今天上点货 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进了火仓 看看到底是什么物资 等摆脱了这两个监视人之后 咱们再把后运出去 真麻烦 咱们的工作 不是用麻烦和简单来衡量的 得确保万无一失 懂吗 懂 走 局长 这个童三权一大早就跟着老齐 蛮似的收皮子收狗戏子 都接触了一些什么人 都是买皮子买狗戏子的 把他们接触的人一个一个查清楚 局长 咱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的吗 他们这么大举出动肯定是有文章 把咱们的弟兄都派出去 还有 不要放过那个沙里飞 一有消息马上抓捕 这个沙里飞突然销声立即啊 自从咱们多了他的老婆以后 他就像那只金龙之鸟啊 这根本就不知道躲哪儿去啊 就是挖第三只 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那个童三权不能放过 马少田 也不能让他有好日子过 小心点 老板娘 回来了 齐老板 这一天下来收获不小啊 这中卫的暖人皮的确是好啊 老板娘 这个我那个铺子没收拾出来 能不能用一下你的货仓啊 啥叫能不能啊 我这个客栈干啥用的 就是给各路客商用的 老江啊 来 打把手 来嘞 别动 你还是帮我干娘招呼客人去啊 你帮忙我干啥呢 去去去 我再不干活老板又扣我工钱了 这小子 看你设计撒话嘛 那不就是打把手嘛 齐老板不会扣你的工钱 老江啊 你就让他干嘛 要不然我就白顾这伙计了 是不是老板娘 对对对 老江 让这野梨子干 比他给我惹事强 甘娘又骂我了 我今天可是没惹事 真的 老板娘啊 可不敢这么说啊 三全啊今天是的确没惹事 放心吧啊 真的啊 那就好 老江啊 把货仓钥匙给他们 三全啊 来 来 来 走 Collseits 后继 这个就是 是 去吧 咋是個死人呢 這叫啥無辜嗎 這叫啥任務嗎你是 費了這麼大的劑 這也原來是個死人 三軍 人活著了 啥 看來 他終於是槍殺 你死 他世界過多 還有救 那趕緊把他抬出來救生 不行 大不行 死不了 老蔡說了 只要把物資帶走就完了嗎 這個人傷得很重 要是把他帶出去 萬一路上人死了咋辦 死就死了嘛 跟咱有啥關係 你這啥態度嗎 保護物資安全那是我們的使命 人都快斷氣了 還殺安全不安全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人救醒 既然上級把他定為重要的戰略物資 那我們就不能這樣草率行動 以免釀成大錯 那就把他帶出去救治吧 事情沒你想得那麼簡單 是吧 我們剛來中衛 就已經引起了警察局的注意 你想想 如果歐陽青 知道咱們無緣無故地 弄個槍傷病人出去救治 他會咋想 他咋想我咋會知道嗎 糊塗 我們本來就是鑽進鐵山公主 肚子裡的孫悟空 你不知道他咋想的 那咋能戰勝他啊 你說 你要是他 你咋想 我咋會知道嗎 我在北朝都被他抓了 我們帶這個槍傷的病人出去 他肯定不會放過咱的嘛 對嘛 所以我們得想個萬全之策 現在最主要的是要救活這個人 找我妹子嘛 我妹子就是醫生 哎呀 別慌 要是帶他到醫院去 那總得找個合理的理由 還得想一想 把他送進醫院後 會引起什麼後果 你婆婆媽媽的 先把人救活了 我們才能接著完成任務嗎 人要死了還有啥後果 三軒 這個時候你要保持冷靜 你說咋辦 我再找你看娘了解一下情況 看他知不知道 有這麼個傷員在他的店裡 你找我乾娘幹啥 我乾娘肯定不知道嗎 你咋知道她不知道啊 我乾娘是熱心腸 要是見到這麼個要死的人 咋會不管嗎 咋會嗎 那我也得問清楚 像你這樣婆婆媽媽的 人不死也斷氣了 對了 即使把他送到醫院去 也得多看那兩隻尾巴 那倆去對付 哥兒倆喝著呢 喝酒啊咋用這小杯 老江 拿倆大碗上酒 我媽的 酒來嘞 來 給兩位兄弟倒上 二位兄弟哪裡人呢 出門做生意 靠的是朋友 這兒的老闆是我乾娘 既然咱們是朋友了 那就喝個痛快 二位 來 乾了 我 我們喝 喝不了這麼多 是 是 我們還得做生意呢 做 做生意呢 還得 這都啥時候了 還做啥生意 兄弟我先干為敬了 咋 不給面 看不起我是不是 啥意思 好 我 我們乾 這就對了 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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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了沒有 這就對了嘛 咋 齊老闆 老闆娘 我們的貨呀 都已經進火藏了 進吧 你想跟我討價還價呀 有這個意思 齊老闆 有我乾兒子 還談啥錢不錢嗎 謝謝老闆娘了 老闆娘真是爽快 什麼 我去看 我不是走 你去看見了嗎 吃飯了嗎 你去看見了嗎 我去看見了嗎 我去看見了 我去看見了 那天你去过货舱吗 货舱咋了吗 是你的东西放不下还是咋 不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一趟货舱吧 去嘛 来 老板娘 这是咋了吗 这是啥人吗 三全 你咋这兴起呀 人都快断气了 我咋不及 秦娃 你又闯祸了 老板娘 是这样 我为啥把你叫到这儿来呢 就是想说这件事 这个人呢 是我和三全 在你的货舱里发现的 啥 我的货舱里 你咋会有这个要死的人吗 他其实也并不奇怪 可能这个人受了伤 就晕倒在货舱里了 你说 怪不怪啊 老板娘 这天下咋有这么巧的事呢 他这个人啊 我认识 啥 齐老板 你认识他呀 对对 他是我的同乡 也是做生意的 他比我们早几天来到中卫 本来呢 我们是想在中卫找到他 和他一起做买卖 可是一直没找到 你谁撂抢他今天 你看他咋突然成这样了 他得的啥病吗 好像是中了枪伤 枪伤 那是不是前几天 土匪打劫的时候 撞到枪口上了 把证实 老板娘 这个事呢 你就算是知道了 回头警察局 要是来人调查呢 你可替我和你干儿子做个证 这个人可不是我们杀的 行吗 行吗 赶紧救人吧 那多谢老板娘 警察局来了 我知道咋对付 群王 快点 我现在就找老姜套车去 三姜 快快 来来来 你可真会变瞎话 不变瞎话能走吗 来 三姜啊 记住啊 这个人从现在开始 就是我的同学老姜了 他也是来中瑞做生意的 比我们早来了几天 赶上土匪结囚犯 中处的枪 我们现在才发现了 所以啊 我们才来救他 听不明白了吧 你编这些瞎话 是一会儿去医院说的 不光在医院说 见到谁都这么说 成 知道了 别光知道要记在心里 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 你重复一遍 你咋不信人呢 再重复一遍 这个人是我的同乡老齐 什么 是我齐老板的同乡老羊 这个人是我齐老板的同乡老羊 来 中复也做生意 医院有规定 这种枪伤病人必须要问清 我老板的同乡生意人 是啊 那他是咋伤的 估计前两天被土匪打伤的 前两天打伤的 怎么现在才送过来 我告诉你们 这种病人别送了 送了也没有人敢救 为啥 像这种枪伤病人 除了军人和警察 没有人敢随意的治疗 除非得到警察局的批准才可以 啥 让你这么说 要是老百姓被土匪枪打了咋办 被日本鬼子枪打了咋办 那就见死不救了 只能等死了 你先别急啊 医院的规定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啥规定啊 要是我中枪你也不管了 就是不 Advent 马小姐 这个人我可以给她担保 你 他都这样再拖下去可就没救了 就是他人都快不行了嘛 好吧 先跟我进去吧 走 老计 院长找你说啥了 等你 记住了 这个人从现在起叫我杨天明 别忘了 他真叫杨天明 这是我给他起的名字 所以啊 等这个病人醒来 我们要第一个出现在他面前 明白了吗 现在也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醒过来 你就放心吧 我妹子肯定能把他救过来 好 喂 马小姐 人咋样了 子弹是取出来了 这能不能醒就要看他自己的了 多谢马小姐了 这是我分内的事 那他啥时候能开口说话吗 这要看他什么时候能够醒 子弹不是取出来了吗 咋还醒不了 三千哥 这个病人到底是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是被土匪的枪给大伤的呀 是哪 这还有错吗 没错 他现在醒不了 好 咋办 老秦 警察来了 你干吗 你干吗 他们 别慌 关注 欧阳局长 亲自来了 请亲自 我能先看看枪伤病人吗 当然 好 马小姐 谢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这个病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希望你能赶快把他救活 我会尽力的 同算权 急救室里正在抢救的病人 是你和你的老板一起送过来的 就是他 从现在起 这个病人由我们警察局接管 你们俩可以走了 为啥 枪伤不明 我们必须查清楚 有啥不明的吗 我想局长 这个病人哪 真的是我的同乡 他确实是中了同肺的家 就是呢 是吗 我会查清楚的 所以二位不必守在这里了 那 那行吗 三军 既然有你妹子的医术 咱在这儿等谁没用 咱先回 走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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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说明他要问咱们 你妹子都已经告诉他了 我妹子呢 你妹子他没错 人家也是公事公办 那欧阳清能信吗 他绝对不会相信 我觉得 他已经开始怀疑咱们 再严密地监视咱们 那咱任务咱办 要不然 我去把人给抢回来 应家不是办法 这样吧 明天咱们上街照常收皮子 啥 你真把自己当收皮子 小点声 听我的 收皮子 走吧 马小姐 谢谢你给警察局的电话 不谢 我只是按规定办事 你觉得有问题吗 我要是觉得有问题 我就不会打电话 送病人来的可是我的干哥哥 马小姐是个明辩是非的人 我想无论如何 你都会给我打电话的 你怎么会这么肯定 因为我相信马小姐 是一名忠于党国的好医生 谢谢 三全哥他性子也 希望欧阳局长不要难为他 不是我难为他 我想为了更好地证明 你干哥哥的清白之身 你最好配合我们的工作 等病人苏醒能开口说话的时候 我希望 你第一个通知的人是我 你是想第一时间 确认病人的身份对吗 这是我的职责 请马小姐理解 理解 我很理解你在中尾所做的事情 比如以抓汉奸的名义去抓共产党 马小姐觉得我做的不对吗 我当然相信欧阳局长是新系党国的 不过有些事情 你做的是有些过激了 为了捍卫党国 我没有办法 对我父亲也一样吗 不敢 马县长那是我的上司 可是 算了 我不打扰了马小姐 别忘了 我们的约定 病人想了 第一个通知我 别理开门 别开门开门开门 我说老板娘你能证明 那个枪伤的病人 前几天也在你的店里住过 住过 那她是什么人你清楚吗 我跟那边一样的 生意人一样 那她的枪伤 确实是土匪打的 不是土匪打的谁打的 那就还有警察局和保安团 才使枪吧 老板娘 总不会是我们警察局 自己打的吧 我说是土匪打的 你们不信吗 反正就有警察局 保安团 土匪 这些人才有枪嘛 对不 真有想象力啊 干什么呢 我来看人 不行 那病人是我朋友 没有我来看看人 不行就是不行 这屋除了医生 谁也不能进去 老子要是警察局长 你也不让进 可惜你不是 快走快走啊 别跟着捣乱 快走 妹子 那病人咋样了 病人现在还在昏迷 等醒了我叫你 啥时候能说话吗 现在还说不清 妹子 我进去看看成不成 三菌哥 你现在进去看也没有用 走 散了 我去 去 你 你做啥呢 你就等着停下了 啥想 我说伙计 你今天领我去那家 皮子挺好的 这价钱太高了 你说啥 我们做小本生意的 你明天再领我去一家 好不好 好 外面做啥呢 真盯上我们不放了 那医院里面 警方到底咋样了 没醒呢 我妹子说了 只要人一醒 马上就告诉咱 看来我们只有等下去了 那要是醒不了咋办 人要是醒不了 我们还死等 死等当然不是办法了 要不然咱回 要回也得把它拉回去 也算是对组织上有个交代 那咋办 明天的生意咱还做不做了 只要咱们一天不离开这儿 那戏就得接着演下去 这过得叫啥日子嘛 成天跟他们演戏 这俩狗也不嫌难 你不嫌他就行啊 还要跟着 我伤口跑 快点啊 跟着 rookie 我伤口看 买不嫌 你 抓贼呀 这有贼 不是贼呀 你俩是贼 不是偷老子东西 这俩是贼 偷老子钱 不是贼 别再帮我跑了 走 不是贼呀 走 走 走 不是贼呀 叫你不是贼呀 打死他吧 你 打死他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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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人真行啊 第一次被灌罪 第二次遭毒打 张长本 你找的是什么人 你们两个比废物还废物 李小的除了手狠 竟是鬼点子 把我们俩打成这样 说你什么 快 快 局长 你别生气啊 张长本 干这种工作的 要找精明强干的人去做 懂吗 局长 说实话 这两个我已经选得不错的 童三拳你给我盯紧了 这回 你要再出什么人毕露 自己看着办 是 局长 放心 洪流客栈的老板娘 我觉得这个人不是善茬儿 我怀疑他是共产党 去 给我找两个人 把他给我盯紧了 懂啊 懂 局长 放心 我怀疑 能听见我说话吗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现在就是你最信任的人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我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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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了 我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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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啥子去 你为了让我给你刷个块 有事找你一半去的 成 再帮个忙 欧阳青那俩狗腿子一直跟着 走吧 走 走 你们两个慌慌张张跑什么 我们在执行公屋 这是我们的证件 我去 带我去 查查 什么事 什么事 快点 快点 我已经安排他们到警察去叫人了 你们有什么话赶快说 好好 老杨 杨天明 能听见我说话吗 杨老板 我是三权 同三权 他脑子坏了没有 老杨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老齐呀 杨老板 你中了枪伤 是我和老齐送你来的约 predictions 老伯计 谢谢你们救了我 杨老板 你放心 我跟老齐砸锅卖铁也要治好你的伤 你 你自己要挺住 千万别让家里倒了大梁 老杨啊 你啊 好好在这儿安心的养生 家里的事啊 我回去会料理好的 你听见没有呀 老七 四君 你们都是好人 我不想死在这儿 麻烦你们 好人坐到底 老婆送回老家吧 成成成 你放心 我们这就送你回去 对 这就送你回家 妹子 老杨不想死在这儿 他想回老家 他现在的伤势 我带他上路有啥问题没有 病人的病情刚刚得到缓解 如果马上停止治疗 可能会出现生病危险的 那 那他要是在医院里 这治疗多长时间才能出院呢 至少还得需要一个月呢 啥 这么长时间啊 反正人已经醒了 咱现在就把他带走 咱俩 好好 不能带走病人 谁也不许带走 好 友兰小姐 你不应该啊 你忘了我们约定好的 等病人醒后 你应该第一个通知我 我是第一个通知警察局的 可是刚好他们赶到 我总不能拦着 不让他们见病人吧 病人确实醒了吗 都说了些什么 现在病人的身体还很虚弱 话很少 他亲口说的 他是齐老板的老乡 是被土匪给打伤的 就是 人已经快不行了 我们要把他带回去 欧阳俱诈 这个病人哪 一再妖巧死在家乡 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怕他是 这个病人我还要仔细查一查 你还查啥吗 我要查清楚 看看是哪路土匪打伤的他 来人 是 病人抬走 不行 我看谁敢动 你还是不是个人 人都快死了 你还查啥 想查你查过 你把老子抓走 有本事你把老子崩了 三全 三全 你激动什么 我问明白了 会把人还给你的 不行 老子就不让 童三全 你别太猖狂 不要妨碍我的公务 欧阳局长 我希望你能够把病人 留到医院里面 这样做比较好 就算这名病人 他是犯罪嫌疑人 在医院里面做审问 也是一样的 这个病人我今天必须带走 请你放心 三天之内 如果我查不出 这个病人的真实身份 到时候 不管他是善良百姓 或者是罪犯 我都会完好无损地还给你 既然欧阳局长 执意要把病人 带到警察局 那么我也以一个医生的身份 要求跟随陪护 我要保证病人的安全 可以 三全哥 齐老板 这下你们可以放心了 反正 欧阳局长他们也是例行公事 由我这个医生作为陪护 我保证你们朋友的安全 个人都已经 哥 欧阳局长做得没错 既然这里有马小姐看护 那咱们就等他查出结果来嘛 啥 查就查 老杨要有个三长两短 咱就没完 如果你们的朋友真的有问题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太人 好 你醒了 马小姐 您辛苦了 马小姐 在这种地方照顾病人 还是第一次吧 我只是尽到我 作为医生的职责 马小姐的职业操守 令人钦佩 治病救人是你的职责 而调查可疑人员 却是我的职责 要是你的亲戚朋友 也这样被无端怀疑 你是什么感受 我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所以说不出这种感受来 所以你就可以 看谁都是嫌疑人 没办法 非常实习不得不妨 病人都说什么了 我看你还是亲自去审问吧 我只是个医生 没有学过审问人 我有一点不明白 他只是一个病人 你怀疑他什么 一切都值得怀疑 那你说咋办法 人在警察局里 关着欧阳车内狗日的毒人呢 就你这个机会 咱能解决问题吗 那你说咋办 你有啥办法 许 你有啥办法 你有啥办法 那位同志 是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 我相信欧阳轻 不会从他那折到什么 就算我们同志骨头硬 谁也啃不动 可万一呢 我说万一呢 我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想一下 我们刚跟他交谈了继续 他就默契了我们的暗示 除了他身上那个枪伤 是可麻烦之外 欧阳轻抓捕他什么拉屁 人在盲锅里关着呢 你就那么有把握 我相信他不会出事 欧阳轻现在目前主要的目标 是盯着我们 不是他 知道 爱他盯得快受不了了 你想想 欧阳轻怀疑他 那就是怀疑我们 欧阳轻之所以没有对我们动手 那是没有十分的正确 这个时候 我们一动 那就暴露 欧阳轻正等着我们出手呢 病人这会儿能说话了吗 他醒了 不过伤势太重 只能说傻气的话 就几分钟 那局长请吧 谁开枪打了你 谁开枪打了你 土匪 土匪为什么开枪打你 土匪抢了那天 我正好从那里经过 送了乱枪 是吗 是吗 前面是高山后边是大海 冷冷的北风迎面吹过来 不能够向前不能江湖走 让冷风推行走 让冷风吹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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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曾经握着水的手 是谁曾经为谁把泪流 是谁曾经为谁把泪流 捂住的双手断起一万球 让烈酒交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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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起来 要烈酒交心头 让烈酒交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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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红星空端起一万秋 飘飘悠悠意去不回头 阵阵狂风小看黄沙走 逍遥如何黄沙碎门口 母红星空端起一万秋 飘飘悠悠意去不回头 母红星空端起一万秋 飘飘悠悠意去不回头 飘飘悠悠意去不回头 母红星空端起一万秋 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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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